明天學社會工作 在家以前就是會只會十一十五 拜經念禁 獨經獨餐 其實那時是很多誤名 就是名 treasure 求身体健康 求学业进步 求赚很多钱 甚至有时候还会抱怨 不是烧了很多香 拜了很多佛吗 为什么没有得到 渐渐渐渐 我们走入慈悸世界 得到上人的开示 才知道 原来是行菩萨道 是以利益双生为第一 才是真正的人间菩萨 如果有付出的话 你会感觉到 才是真正的快乐 才能见苦之福 让我更能体会到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只是为了赚钱 养家何苦 人生还有更大 更重要 更需要我们去做的 一个人生的意义 才会活得有价值的存在 一直认为说 我们苏州的一个环保推动 还必须要加紧 有很多小区里面 他们很想推动环保 我们就想说 要为他们来 我们的资源去来参加 在我们举行一日环保 可以把很多的社区的朋友 都邀位过来 那大家可以来这边 共同学习啊 来共同温某啊 然后又能得到一个政法 那这样不是更好吗 我们现在住的只是一个日门 那我们无所求 唯一就是说 跟着上人脚步走 一直往前走 利益众生 我想这样应该就是 我心灵中 以后要走的一个菩萨行 去员 来吧 多休息 一会儿 自己坐在一边 到温柔